大家好,我是Stan 酒驾后,在法庭苦诉自己生活困难的女演员金泽隆 今天在IG上传的打工照片再度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3月11号凌晨,在酒驾事故后 金泽隆时隔10个月首次上传了自己在咖啡厅工作的照片 虽然没有任何说明 但是因为金泽隆最近在法庭上说的 因为生活困难,所以以打工维持生活 这句话再往引起了争议 所以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认为 金泽隆应该就是想要用照片来说明自己生活真的很困难 但是这些照片在韩网反应非常不好 并且还引起了别的争议 这种的如果是路过的行人上传的话会有点感受 但是自己亲手上传,很像是一天打工体验一样 我也是在另外一个连锁咖啡厅 打工赚钱缴学费,很频繁的生活 因为金泽隆,我突然变成了生活困难的人 泽隆啊,你那个年纪的人都是这样打工过生活的 不是看你努力工作不顺眼 而是你上传的意图太显眼而傻眼 不能跟原来一样花很多钱生活的话就是生活困难吗 不是想要护行 因为他是家长所以才用了生活困难这句话吧 一般的大学生不会用打工赚来的钱来养家的不是吗 就上传了而已 大家为什么就要这样猜测呢 然后也有很多这样的留言 第一章不会是真的在咖啡厅 应该是兴趣吧 头发卫生怎么回事 头发都要掉进去了 戴着手套绑头发 不戴着帽子做面包 戴着手套摸头发 既然要装的话就要装好一点吧 出现了很多有关卫生的争议 所以对于金才罗上传的照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一位网友上传的twice团体照 西卫的秘密 在韩国引起了很高的关注 我们先来看一下团体照 这位网友表示 twice拍团体照的时候 以下车的顺序随便聚在一起后 管他谁站西卫就直接拍照 也不会有什么违和感 这就是twice西卫的秘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3月份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team top 29位sf9 28位plugbeat 27位clavity 26位同盲星期 25位tnx 24位pix 23位tnx 22位pix 22位pix 21位atj 22位atj 20位xina 21位pix 19位reno 19位reno 18位 highlight 17位enipo 16位Infinity 15位TREASURE 14位MOONSTOX 13位PENTAGON 12位PTOB 11位SUPER JUNIOR 10位PICKBANG 9位TREAKID 8位ASTRO 7位SHINEE 9位TOMORO BY TOGETHER 9位TOMORO BY TOGETHER 9位THEBOYZ 9位THEBOYZ 10位XO 9位PENTAGON 7出ολ 11位PENTAGON 10位AST mommy 3月男团排阳市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公开合作受奖 郑富平分析结果 正面评价占80.7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